一張桌子兩雙手輪流敲打 年齡差了40歲 但是在這空間零距離 這是個六甲國中 我是第六屆的畢業生 這是我的母校 大長介紹我來學這個木工 我就慢慢去學 慢慢學 才知道做木工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第六屆和第六十屆的學長學弟 他們共同面對的是 臨近學校送來的故障課座椅 在台南市的國小 國中 高中 學校若有廢棄不用的木材 就會送至六甲國中再生中心 就是在玩椅子的時候 我就會警告他們說 再玩的話你們以後就沒椅子坐了 因為這個很辛苦 對啊 那個不知道光是材料費 就要有一點材料費 也要耗很多時間去做這些東西 因為動手做 心境改變 成立不到半年的再生中心 已經修上好四百套的課桌椅 但是在這裡還有其他功能 會利用那種沒有辦法修復的 一些課桌椅的剩下的材料來做再生 然後做一些小東西 比如說乳斑鎖 鼻筒等等 錯了 這是一 一定要指令 二 就是往中間 專業師傅進駐修上外 學生利用假期社團時間共同參與 不只是學習技能 培養興趣 從學生的臉上也發現了 愛物喜物的那道熱情光芒 大家新聞主要上午數還能報導 我們現在在這裡 我們先戴